这是一座有深厚历史底蕴的城市 也是一座活力迸发的现代化城市 这是一座具有九十年办学历史的名校 也是一座服务城市发展的活力高校 南京小庄学院始于伟大的人民教育家 陶行之先生创办 并任校长的小庄试验乡村师范 为全日制公办本科院校 是一所以教师教育为客色的地方移民型品牌大学 现有方山莫愁两个校区和一个升级文保单位行之园 开设本科专业五十六个 涵盖基、法、文、史、礼、工、教、馆、义、九大学科们类 九十年来 学校为社会培养输送了十多万名基础教育师资和各类专门人才 被誉为培养优秀中小学教师的摇篮 学校坚持以升为本 因才施教 实行分类招生与分流培养的人才培养模式 让学生得到最适合的教育 学校顺应高等教育发展趋势 进行以学分制和选课制 卓越人才培养和专业综合改革为主要内容的教育教学实验 学校现有教职工一千二百多人 具有高级职称的教师四百余人 其中正高职称的教师一百余人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精贴专家 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江苏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江苏省三三三工程第三层次培养对象 青兰工程培养对象等各类高层次人才六十余人 多项成果如获江苏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 和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江苏省科技进步奖等 为提升学生实践能力 学校创新培养方式 顶岗实习置换研修 让在校师范生与小学教师互换身份 既帮助小学教师提升了教学水平 也为师范生上岗实践提供了平台 嵌入式合作式等多样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使企业嵌入学校人才培养 和教育教学全过程 建立了产教如何 协同育人机制 培养方式的创新 提高了人才培养的质量 毕业生就业率超过98% 涌现出杨瑞青 南京浦口行之小学校长 当代陶行知识的乡村教育家 省间上海东周投资集团总裁 曹力群 美国新兴纳提大学社会学博士 加拿大安大略科学大学 社会人文学院终身教授 等一批在各行各业 建功立业的优秀学子 学校实施文化引领工程 学术科技 文体艺术 志愿服务 专业社团等活动 丰富多彩 成为一道道 亮丽的文化景观 近年来 数百名学生 在国内外各类大赛中 摘金夺银 李小夕同学在维也纳金色大厅钢琴演奏 并获得金奖 王宇 张月月同学 在中国机器人大赛 即RoboCup公开赛中 获得特等奖 王洪丹 许飞同学 参加美国戴敦大学举办的国际创业大赛 获中国赛区第一名 陶子之声合唱团 荣获新加坡国际华文合唱节金奖 并获特优奖杯 在全国高校校园文化建设 优秀成果评比中 有四项成果获得一等奖 一项获得二等奖 为拓展学生们的国际事业 学校先后与美国佛罗里达大学 英国埃塞克斯大学 加拿大约克大学等 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高等院校 建立友好合作关系 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 共建孔子学院 在印度尼西亚印多卢沙大学 创办中文系 成为一带一路上的新型军 南京 小庄 这个美丽的城市等你来 一起融入城市发展的新时代 小庄 这个魅力的大学 等你来 一起让飞扬的青春 绽放 绽放 绚丽的色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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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